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大家回到每日熟光 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 上帝是信实的 诗篇89篇第一节到第五节 我要永远歌唱耶和国的慈爱 世世代代用口传扬你的信实 我要说你的慈爱必永远坚立 你的信实你必坚立在天上 你曾说我和我所卷选的人历了月 向我的仆人大位起了誓 说我必永远坚立你的后裔 也必世世代在坚立你的王位 耶和华 祝天要称颂你的骑士 在圣子的会中 你的信实也要被称颂 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不能离开信心 我们和人的相处不能离开信心 你信人为何你信他呢 因为你觉得他可信你才信 你觉得他诚实才信 你若觉得他不可信很容易变 你就不会信他 或你觉得他有一些诡诈 不诚实没有信用 你根本不会信他 在人世间要找到一个可信的朋友 或可靠的人 其实不容易 因为人都有限制 都会改变 都会在心存有一些的黑暗 罪恶 当我们真的要信靠上帝 我们要思想 这上帝是否是可信的呢 这上帝是否真的不变呢 我为何要信他呢 我为何要靠他呢 若我们体验不到 这上帝是不变 是诚实的 我们就不能信他 当我们能体验到 上帝是可信的 诚实的 不变的 我们的生命 对上帝慢慢的认识而建立 我们才能建立更强的信心 使人提到上帝是信实的 而且上帝的信实是坚立在天 使人体会上帝的信实 不是他在顺利的时候 是上帝祝福他的时候 使人体会上帝的信实 是在他人生艰难的日子 但上帝的信实是永远的 即使在上帝的永远 建立在天是无变的明正 你看整个的宇宙的法则 是不会改变的 若宇宙的法则是常变的 或变到我们不能生存 我们就不可能存活 上帝的信实在天上 稳着宇宙 稳着万物 所以圣经说上帝不单创造万有 并且万有因他而立 所有都靠他才能够稳定 使人体会上帝坐在天上 稳着所有 因为他信守他的承诺 他不单稳着万物 他还与人立了约 而且这约在永恒里 上帝永远不改变的旨意里 这点令死人即使在艰难当中 仍然相信上帝所立的约是永不改变的 可能我们面对很多的艰难时 我们的心会变 我们的心对上帝的感受会改变 我们的态度会变 我们的意志可能会变 但你要尝试跳出现在的状态 从永远的角度 从宇宙的角度 从天上的角度 从天上的角度 天天看上帝所承诺 他要做的事情 你会发现上帝是没有改变过 当你体会到他不变 你才能信上帝是可信的 当你体会到他的可信 你就能够完全的依赖他 将你的心安稳在他里面 人没有信靠上帝 心就没有法安定 心就没有法安稳 因为他生命没有毛 他不知心要放在哪里 或他自己立的毛 是经常飘荡的 但你将你生命的毛 放回在上帝里面 你的心就能够安定 无论你在什么样的环境 什么样的状态里 你的心能安定 因为你感觉到上帝是可信赖 可靠的 因为上帝是信实的 祂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当我们经历到 我们生命的种种的过程当中 必须要认识 我们必须要体会上帝的信实 否则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心 还是会活在这个恐慌里面 我们必须要相信到一个地步 心中坦然平安 坦然和平安 为什么有人躺在床上 仍然睡不安宁呢 因为他里面没有这份的平安 这份平安呢 要在信靠上帝里面才能够得到的 他觉得上帝可靠 他可以放心了 他心就有平安 就能够安睡了 我们要体会上帝的信实 信到可以完全依靠他 我们的心就能够安定 这是我们生命里非常重要的经历的部分 否则我们的信仰不够力量 我们的信仰的力量呢 就是来自对上帝的信靠 而这信靠呢 就是建基于上帝永远不变的信实里 盼望弟兄姐妹 让我们学习来仰望 来信靠我们的上帝 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信实 是有不改变的 愿上帝的祸以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